全黑羽毛高聲鳴叫烏鴉揮舞翅膀 高速飛下撞擊行人 就連過馬路的人也不放過 兩隻烏鴉連手把人逼一離斑馬線 烏鴉瞄準人類後腦勺不斷攻擊 日本烏鴉襲人事件頻傳 橫濱市海水浴場天空上滿是烏鴉盤旋 他們的目標是人類的食物 一隻烏鴉從包包咬出棉花糖大塊朵頤 還有杯裝泡麵包裝全被咬破 烏鴉為何需要大量食物 學者現身說法 搶奪人類食物的不止烏鴉還有老鷹 大鵬展翅從高空中急速俯衝 叼走烤肉民眾手中一塊肉 頭也不回地飛走 事實上戶外烤肉區的不遠處 一棵樹上就是老鷹的鳥巢 如此近的距離讓老鷹習慣偷吃人類食物 學者指出露營區等充滿人類食物的地方 已經成為烏鴉老鷹的吃到飽餐廳 人類必須從不亂丟垃圾開始做好防治對策 才能避免習慣事件再次出現 昨天新聞陳慧珍音樂者報導 這次出現了